先鎖個想 隔了這麼久才出這個天安門黑天鵝事件 真是對燈火發勢 下集的最最最終終終極極極篇CFC 但是在這個等候的時間 剛好又被我看到一段新聞 錯有錯著 不知道這宗新聞 對我們這次黑天鵝事件 會不會有少少的暗語 隱語 不過 其實由上次到今次都不是說隔了很久 一個星期都沒有 而且也在這裏解釋一下 為什麼這個黑天鵝事件下集 本身以為AB兩拍搞定 為什麼現在又會引申一個部分C出來呢 話說上次搞Partboy 以為他是boy of white 就全部東西大功告成 但是我都在Partboy的開頭都交代了 那晚經歷了一些 最少都是你的水星逆行 搞鬼 我電腦就彎了 然後就經歷了一些情緒過山車 然後我要去到凌晨才 鎮載起來 在那裏搞那個Partboy 但是誰知道我 要講到 我今天Party要講的東西的時候 那時候原來已經是去到 凌晨兩點多了 說了很久 然後我有唇乾泄醋 還有最重要 這麼大量的 資訊 我那個電話都process不到去做這條片 那我就 狠下心腸就覺得 不行了 都是要搞多一個Party出來的 所以就explain了為什麼 那時候會無端端剪了 還有今天為什麼有這樣的Party 好 今天的資訊量都是非常大的 但是我會講得快一點 還有現在開始 麻煩打開字幕了 事不宜事 馬上望星盤 我們在Partboy of sea已經說了 太陽就是天字的natural significator 也說了 求謀入未明 說了太陽的慘況 現在麻煩看一看月亮 不是你窗外的月亮 是這個盤裏面的月亮 它就位於踏十方向獅子座的十六度 而月亮是代表什麼呢 它就不是天字的natural significator 不是這樣的東西 原來月亮在一個古典占星卜卜盤裏面 它是代表人或事物 即是人事物 或是一些外圍的事物 或是一些 surrounding affairs的事態發展 它可以是無所不包的 它是一個很general 就是所有的人事物的general prediction 現在看到了 十六度獅子座的月亮 我們稱它為失時 失了那個天時 為什麼呢 因為它現在是高於太陽 我們看回達九地平線上的太陽 現在月亮是否比太陽炮頭早 我們這個狀況就叫它東出 Oriental 這個月亮是東出的 但是告訴你 其實月亮東出不是一個英俊的位置 所以它就叫失時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月亮東出 就仿如它是跟太陽去爭輝 但是 就是這個古今宗愛的文化 其實我不是說要去做一個sexist 但是 男主愛女主內 中文也有一句說話叫做噴雞思神 就是你報曉 雞題那個是公雞去搞的 你這個母雞去搞這些東西 那你這個月亮比太陽炮頭早出來 那就是說這個月亮在這裡搞搞陣 所以其實跟我們之前那個小六任的榴槤 說的東西 是不是非常之 就是起了一個衝突 因為榴槤是勸你做什麼 凡事止而緩 是不是 官是 官是止而緩 是不是 是勸戒你 形勢比人強 麻煩你隨遇而安 但是現在你這個月亮在這裡做什麼 搞搞陣 那你是不是就是做事 還有記不記得我上次在波浩斯是說過 原來太陽和月亮都是拿零雞蛋 OK 月亮在這裡 失時是拿零雞蛋 還有月亮位於獅子座的十六島 都是一個叫做Peregrine的位置 所以原來他要靠誰去幫他 要靠太陽去幫他 但是 在上集波浩斯我們已經說過 太陽現在那個位置 那個處境是多麼淒慘不堪 正所謂 泥菩薩過江 過江 自身都難保 我怎樣去幫你這個月亮 所以他們兩個 是不是海軍鬥水兵 雷鬥雷 水鬥水 是不是兩個一起在這裡 同聲一哭 那所以 只看月亮的這些資訊 我們已經可以斷定到 我們今次這個占星卜掛盤 去問天子那些狀況 我們可以見到 所有的這些天子的人事物 那個時態發展 是多麼的淒涼 現在這一部分 就是不看星盤的 因為在星盤 就找不到這些資訊 原來 16度獅子座 那個月亮 就合了15度的一顆行星 那顆行星就是位於15度 月亮16度 這顆行星fixed star 在15度 即是欠了1度 即是雖不中亦不願意 他們兩個就相合 行星fixed star 這個太簡單了 我就不出字幕了 這顆行星就叫W 或者如果是阿拉伯的名字 就叫Dubay 因為其實我們這個行星fixed star的系統 它很多都是一些阿拉伯的星來的 所以如果用英文IPA 我們會叫W 但是用阿拉伯文就叫Dubay 或者如果去到一個天文學的學名 那它就是叫Alpha Usain Majoris 那你們可以自己去看這個 鏡頭的底圖 OK 我想問一下 其實你們從來看我的影片 你們會看那個鏡頭的 真的要記住 你們不要只聽不看 即是可能 放下了在這裡 自己在做監獄 或者一直在吃飯 只在那裡聽 你會錯過很多東西 其實我很多的資訊 在那個底圖都有的 真的正所謂圖文星並謀 就不要錯過了 好 那說回這個行星fixed star 那其實 如果你們有看我那個塔尖亂南星座運勢 那我在每一個星雲片段最後 都會有一個部分 是略略說一些行星的東西 OK 那這個行星 記住喔 它不是行星 不是行路那個行星 因為我們平時說的行星 Planet 就是那些日月金木碎貨圖 OK 但是行星呢 我可以告訴你 它 是我覺得 在古典占星裡面 最有趣 但是也是最冷門的一飯 一個很重要的題目 但是真的不是很多人認識 再次 在香港 我覺得少於二十個 少於二十個 簡直是少於十個人會認識 OK 因為它 真是很不普遍 但無論如何 我不是說我自己全部認識 但是至少我有涉獵 還有一些很有名的 我也一定知道 我們最有名的行星 有什麼 什麼 大零五 什麼大零五 不樂師門 那些東西 當然也有些很明不經傳 這些去到這些明不經傳 我便會主動去看 但至少我知道 這個行星系統的理論 我知道它怎樣運作 OK 如果有一些 眼裡的觀眾朋友 就會看到剛剛那張照片 就說 這個行星 就是這個 它明明寫了它在大雄座 OK 但是現在 又說這個月亮 在獅子座的十六度 是不是 那 為什麼一個獅子座 一個大雄座 聽著 在天文學裡面 我們就說它是在大雄座 但是在尖聲學 我們就說它在獅子座的十五度 所以為什麼 以一道之搖 就跟那個月亮合作 好了 那 講起這個大雄座 你覺得好不好笑 我那時候見到這個大雄座 其實我一想就想起是 大雄為利 OK 所以跟我們這次要講的主角 實在是 有一個非常巧妙的呼應 我想說 其實這個世界上 就是在天文學 就是一個真實的宇宙裡面 其實星座不是只有十二星座 有尖聲 就是有八十八個星座 大家也知道 是不是 以前有沒有讀過什麼小小科學家 或者那些十萬個為什麼 那些天文篇那些 大家知道有八十八個星座 是不是 大家聽過 仙女座 獵戶座這些聽過 只不過在西洋尖聲學 OK 我們 將它 濃縮為十二個 Area 那就抽了十二個 OK 所以 以前沒有曾經有些人說 有一個 第十三星座 叫蛇夫座 是嗎 這個是廢 我們 我們 將它濃縮為十二個星座 其實是有原因的 有一個很顯顯的原因 就是 我可以告訴你 十二是一個非常神奇的數字 就算你看看 為什麼一年有十二個月 為什麼我們說十二個生肖 總之十二是有它的原因 所以 我們 不管真實天文學的八十八星座 我們在千星學 只是將它濃縮為十二個星座 OK 所以你不用理那個大紅座 你就當它是 獅子座 十五度的行星 這個Alpha UC Majoris OK 原來 這顆這樣的行星 它就是北斗之手 北斗七星聽過 它有什麼能量在這裡呢 聽懂 動武 暴斃 叫兵必敗 光闢自用 而導致一個自我毀滅 根據古籍的記載 它尤其是會影響到國運和帝王 而對應塔羅牌的話 它就是對應我們的大牌七號 即是戰車 打仗的戰車 在中國的占星學說 或者天文學說 它就是叫天書星 而去到紫微的系統裡面 它就是一個非常之耳熟能長的 貪狼星 即是說 現在我們在獅子座十六度的月亮 去融合了我們以上所說的 這些元素的能量 而我可以告訴大家 這顆行星 Alpha UC Majoris 真真正正不野小 在我們歷史中 看一些NATO chart的時候 什麼叫NATO chart呢 就是一些人的本命盤 出生的盤 我們去找一些NATO chart的時候 原來這顆行星 經常都發揮一些作用 在什麼人的身上發揮作用 就是在一些歷史上的PK 一些殺人狂的身上發生作用 例如希特拉 德國的納水希摩 希特拉 在希特拉的命盤裡面 它就有一顆 我們叫做諾含獅子座的土星 而這顆土星 就是合了這顆行星 Alpha UC Majoris 同時也有我們看到的這幅圖 這幅圖畫的命主 在踏耳方向 看到嗎 踏耳方向 C字座 淺黃色有個月亮 那個月亮寫著14 不知道你問到 會不會太淺色 那就是14度的月亮 就跟這顆15度的行星 Alpha UC Majoris 是合了的 所以我們看到原來這顆 這個行星 Alpha UC Majoris 有什麼的力量 我們上面還沒說過 動武 毀滅 有這樣的傾向 還有 最重要 權育分心 浪子野心 就是它一些非常明顯的keywords 而如果在印度尖聲的系統 就會把這顆行星 視為一些發配邊境的將領 所以 將領首先都是一些殺人 殺人魚馬 一些血腥 還有它發配邊境 所以就有一些不安分 想奪權的意象 好了 如果用紫微 我都講過 對應紫微系統 首先中國的系統就是 北斗七星之獸 天書星 而在紫微裡面就是貪狼星 貪狼是掌管什麼呢 就是一些 欲望之神 放蕩之星 是一顆大桃花星 有一些水性揚花的意象 它有一個非常之貪男的本性 貪徒不厭 貪什麼呢 貪食、貪睡、貪玩、貪色、貪財、貪物 對一切事物都抱有非常之強烈的佔有肉 想要的東西絕對不會輕易放過 一定是會千方百計去弄到走的 OK 尤其是很喜歡掌才和掌權 它是不會喜歡一些低調平凡的生活 往往都尋求刺激的 尋求刺激的 好了 所以你麻煩想一下 這麼喜歡刺激 即是坐不定 即是搞搞陣 跟我們一開始講那個 Oriental東出的月亮 這裡的意象是否不謀異合 但是又想回 跟小鹿任講的榴槤掛 官是凡而換 叫你慢慢來 這裡是不是起了衝突 所以如果你不聽宇宙的建議 你不聽宇宙叫你慢慢來的這個金玉良言 那你就會自取滅亡 好了 那我們來回這個非常親切的升盤 踏一方向是金牛座 金牛座就是位於這個升盤的九宮 記得裡面嗎 淺灰色阿拉拜數目字九 第九個宮位 那裡有一顆天王星 天王星位於金牛座的十四度 原來這個天王星就跟我們獅子座十六度的月亮 形成了一個叫做四分之上 Square aspect 而四分之上的意思就是形成了一些非常大的壓力 還有說真的我們這個金牛座的天王星在十四度 獅子座的月亮在十六度 十四和十六都是差兩度 有一個兩度的舒緩的位置 但其實說真的在尖聲殼裡面都算是非常之近的 所以這個壓力都真的比較大 如果有一些熟尖聲的人 就會挑戰我 你現在不是在看古典尖聲嗎 古典尖聲我們不看三王星 什麼是三王星呢 天王海王冥王 但是為什麼現在這裡會看金牛座的天王星呢 因為 除非如果三王星的角度很正宗 在這個情況下只差兩度而已 你想怎樣 還有說真的 三王星是代表著社會 一些大時代的大環境 因為三王星是外行星 我們叫他們 他們就是代表著一些外圍的氣候 所以我們現在要看一個社會時局大小 所以我們必定要把三王星去納入我們的解說當中 好了 原來 天王星在金牛座就叫一個弱的位置 那它越弱呢 它越喜歡繞繞繞 喜歡去整色整衰 讓你看到它的存在 而 天王星金牛座 就是金牛座天王星 四分獅子座的月亮會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在一些財務 貨幣 房地產 農業 有關的 area 尤其是在這些area 裡面的法律 會衝擊那個制度 而會出事的 尤其是在一些國際法國際條約 OK 這裏呢 首先是天王星在金牛座那裏搞鬼 但是這裏的搞鬼 因為我都說了 天王星很弱就喜歡整色整衰 OK 那個力量就射了過去 獅子座十六度的月亮 那他就力壓十六公的月亮了 好 原來我們都說了 這個月亮是代表什麼 你聽多次我們一開始說 就是說 所有這次這個盤人事物的prediction OK 然後十六公也都是代表著團體 而獅子座是說一些領導威信 就是說 你現在記不記得我說什麼 就是說 金牛座 這個很弱的天王星 就會在一些財務貨幣房地產農業 一些這樣的法律制度裏面 就是出很多的亂子 尤其是在一些國際法國際條約裏面 而他的這些亂子會燒到誰呢 就是月亮 就是我們這次問的主人中 而影響到他在團體 因為十六公是長團體的 一些領導威信 因為獅子座是掌管領導威信 OK 就是說 只要他在我剛剛說的那些area 那裏搞不好 處理得不得當 他就會在他的那些團體裏面的地位 當然無存 贏面少些 好了 天王星和月亮之間 除了有這個四分相 square aspect之外 原來他們還有一個非常之冷門的相位 叫做antition 或者anticia antition是singular anticia是plural 那他們就是來自希臘占星的一個concept 希臘文antition的意思是一個影的頭寫 一個shadow的throwing OK 而說真的 這個叫antition的相位 其實很多專業的尖聲師都會看漏眼 甚至說真的 我想很多專業尖聲師連聽都沒有聽過 不要說看漏眼 他根本不會看 都教你不到的 所以 我不是大言不慘 但我不偉言 其實我知道有很多尖聲師會看我的youtube 多謝大家的支持 好 這個antition 說多次 anticia是plural 但我會說那個singular 因為我正在描述這個concept 這個我們叫做影點 剛剛忘記說中文 影點 你幻想在巨蟹和摩蟹座的零度 就畫一條線 那為什麼要是這兩個座 因為他們分別就是代表下字和東字 OK 那就畫一條線 而 你當它是一塊鏡 在距離這塊鏡 相距 同等相距的左右位置 的一些聲 他們其實就是會形成了一個 因為透過這個影點的concept 他們是可以形成了一個合相conjunction 因為我們知道 傳統的合相conjunction 就是要畫兩顆星 在同一個星座的同一道 他們才可以形成一個合相 但原來現在透過這個antition 就算他們是隔了很多的座 但因為多得這個影點 他們就可以形成到一個conjunction 或者你們幻想一下 大家以前中學有讀過幾號 在y-axis 如果在y-axis左右相距同樣的地方 例如說 有一顆點是5-2 另一顆點是-5-2 它們都是位於y-2的位置 根據這個影點的概念 原來這兩顆點是視為相同 或者是這麼說的思維 是合二為一的 OK 還有我想說真的很邪 因為獅子座月亮在16度 而天王精在金牛座的14度 你以為這個16-14是否相差兩度 但不是的 如果你要了解影點的概念 我可以告訴你 16和14根本就沒有相差兩度 而是一個萬中無一 天依無縫的合度實實 一個完美的conjunction OK 總之 即是說 多得這個影點 現在 月天兩顆星就是 混然融為一體 但你記不記得 我們講過 其實月天兩星 本身是形成一個壓力 OK 本身有一個四分相 Square aspect 但是因為這個影點 這個antition 現在月亮 將這個 本身是壓力的東西 融合了到自己 Internalize 了 即是 你將炸彈吃到肚子 那你是不是會爆煲 或者我給你一個比喻 本身有條麻煩人 經常在外面給你壓力 你都見到都督眼督鼻了 但是現在因為這個影點 這個麻煩人 直接埋你身 跟你同居 一起住 那你日日是不是被他煩惱死 你是不是想死 就是月亮被這個天王星火燒身 好消息 就一浪接一浪 原來這個麻煩人 就是天王星 他現在身上有炸彈 他身上還有炸彈 是什麼意思呢 原來這個天王星 他本身自己 合了另一顆行星 就叫天大將軍一 Ormak 而天王星和韓星天大將軍一 就會產生兩件事 第一 文藝方面的動盪 一些文化藝術事務方面的 一些大逆轉大轉變 何況我想說 天王星在現代千星裡頭 是掌管革命的 亦都何況我想說 我們現在這個月亮 在獅子座 獅子座 都是掌管藝術 所以大家 會不會怕 的重臨呢 不過其實 說真的 都不用重臨 因為其實他已經臨了 如果你們有留意 時事的話 第二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 一些人的頸部 尤其是頸的左邊 就會容易出毛病出事 OK 所以你們聽得清不清楚 我在這裡做一個總結 再加一些小比喻 首先 在金流座 十四度的天王星 在一個叫弱的位置 他越弱就越喜歡狗狗陣 在哪方面狗狗陣 就是財務 地產 農地產 一些國際法律系統裡面 就搞狗陣 而且 他還要合了一顆 恒星 Ormac 天大將軍 就會產生我以上講的兩件事 文化大革命 以及一些人的頸部 尤其是左邊會容易出事 而這一塊 天王星 mix Ormac 的mixture 它不單止 是四分 就是透過一個壓力上位 去迎合 獅子座 十六度的月亮 還因為影點 它被月亮內化了 吃了 下肚 所以 這個月亮 不單止在外面 被人扔那些 辣番茄 臭蛋 它還要抹大口 吞這些辣番茄 吞這些臭蛋 落那個胃 那你說這個月亮 是不是死得了 好了 再說一次月亮是什麼 月亮是代表我們在問的人 以及一些時局大小的事態發展 當然 在不同的情況下 不同的能量就會有應用 那你究竟是應在那個人那裡 還是應在那個時局大小的事態發展呢 例如 我們剛剛講過 一些頸部 尤其是頸的左邊會容易出事 那你說這個是應在人 還是應在時局大小的身上 當然是人 因為你不會說 根據那個時局大小的人 都會容易那個頸出事 所以就是我們在問這個盤 正在問的那個人 OK 但是例如 那些什麼 會應在一個人身上 還是時局大小的事態發展身上 那就是很明顯是後者 剛剛我們就講過月亮 月亮代表我們關心的人 或者一些時局大小的事態發展 好了 然後在上次那一條片 拍Boy of Sea 我們講過太陽 太陽就是天照的Natural Significator 但是我想說 原來在這個圖片裏面 Specifically 在這個圖片裏面 搭三的方向是雙余座 雙余座就是掌管取取的了 而因為雙余座是由木星去管轄的 木星叫他的公主星 或者守護星Ruler 所以在這個specific的圖片裏面 搭三的雙余座 和其Ruler 木星都可以是代表取取的 Overall 我們很多東西可以代表取取的 月亮 太陽 雙余座 和木星 記得嗎 這個就是我們古典占星的 一個貌似複雜 但是其實很神奇的地方 因為你不需要他擔心 哎呀 同時這麼多東西 是代表問那個人 如果有些部分是好 有些部分是不好 就會有矛盾 放心 是不會有矛盾的 他們好就會全部一起好 不好就會全部一起不好 萬法歸宗 而就是因為他們萬法歸宗 才可以更加加強到 我們看到原來這東西真的在吃糞 這個印象 不是印象 那個異常 就是我們可以由多方面的元素 都可以一起去印證到 原來這東西真的在吃糞 好啦 亦都講開木星 原來這個木星 木星在哪裏呢 就是在踏4 淺紫色 那個好像阿拉伯數目字 4的那個 symbol 踏4的方向 那個就是木星 位於水平座的25度 好啦 但我想說 原來這顆木星 同時是掌管 我們這個chart裡面 踏半的那個射手座 又叫人馬座 這裡那個巧合 真是令人連星讚好拍案叫絕 其實說真的 當然不是一個巧合 這個不是巧合 是天意 因為這個是一個很確定的chart 我都講過了 這個chart是 endorsed by 宇宙 所以這裡的木星 那個 那個含意 是真的 令人大聲讚好 那有什麼 那麼絕 何絕之有 令人真的叫做拍案叫絕 好啦 我都說了 木星是掌管 踏3的雙魚座 which means 翠翠 但是同時 都是掌管 踏半的射手座 好啦 射手座和雙魚座 原來有一個 就是射手座 是雙魚座的第十功 然後在上次那條片 拍包入詩 我都講過 記不記得 十功是代表什麼 代表一些人的事業 權力 地位 名望 怎樣啊 各位懂不懂數啊 記不記得我上次講過 因為我們 占星數公位 是逆時針這樣去數 對嗎 我們由答半數到上答3 好嗎 射手 然後 數上去 答5 就是摩蝦 答4就是水平 答3就是雙魚 ok Do Re Mi Fa 是不是 答半答5答4答3 那就Do Re Mi Fa 由射手去雙魚 所以由雙魚答3到答半射手座 就是花 Mi Re Do 如果是花的話 我們由他出發 他就叫一公 所以 mi 就是十二公 re 就是十一公 Do 就是十公 所以由答3雙魚座 到答半射手座 就是 花 Mi Re Do 一公 十二公 十一公 十公 明白嗎 你看看我 唱歌教占星 是不是史上第一人 ok 總之 原來牧星 他是ruler of什麼 of 答3的雙魚座 但是同時 也是 答半射手座 然後這個trust 答3的雙魚座 就是翠翠 所以牧星 不但是管翠翠 也是管翠翠的事業工 管翠翠本人 也是管他的事業權力 地位名望 哇 這裏是不是妙妙妙 是妙到滴水不漏 有什麽妙呢 第一 聽著 這裏是符合一個實況的 因為現在翠翠的存在 是拿了什麽姿態的存在 就是他的事業權力地位名望的存在 就是我打個比喻 但是我們有時候講起林德順 你會想起誰 林子祥的兒子 是不是 我們講起波手足 你會想起誰 你會覺得他是 什麽人 什麽身分 你不會覺得他是數學教授 而是你會立即想起他是 呲婆的老公 或者說起誠哥 你不會想起誠哥是李澤佳阿伯 李澤巨阿伯 而是想起他是香港首富 OK 即是說 現在 若非透過他的事業權力 他的名字 你鬼識他嗎 他在史上怎麽會留名 OK 即是說起脆脆 你不會說他是彭女士的老公 而你是想起 他就是 哪裏的天子 OK 那所以 一顆木星 是代表他本人 亦都是代表他的career 他的title 他的reputation 他的authority 是不是很符合實方 還有second 亦都是暗示 原來他就是靠這些地位 他就是權力去保住他自己 保住他自己的existence 正所謂 唇齒相依 唇亡齒寒 齒寒 齒起 比起 齒落 則比落 如果沒有了這些大顆的title 沒有了這些權力地位 他死了很久 所以我們就一定要看一下這顆木星的狀態 再說一次 木星在踏四 淺紫色的水平座25度的位置 好了 看不見到網裡面的位置 有一個紅色的r字 但是r有一個叉叉好像rx 這個原來就是我們經常都聽慣的逆行 大家都很怕那些什麼水星逆行 原來根據這個本 木星也是在逆行中 什麼叫逆行呢 退縮 事與願違 還有 現在他在這個盤的踏四位置 即是叫做一個比較右下方的位置 原來他跟我們之前說的月亮一樣 都是失時的 技術上的 技術上的位置 現在就是位於一個西日 Occidental的位置 即是說他要收皮 因為 我們記得我們說過月亮在東出 但其實月亮是不喜歡東出的 因為月亮是應該要留在家裡做監務 我再說一次我不是說性子 但是他不應該搞久陣 但其實我就告訴大家 其實現在這個木星就不喜歡西日 因為木星是很活躍的 他就不喜歡收皮 但是可惜根據這個盤 他就是西日收皮中的 所以他就是一個不利 失時的位置 何況我想說 六星現在在這個盤的哪個公位 看不看到 錢灰色阿拉伯數目字 陸公 記不記得我們說過陸公 是屬於Cadent House 我們在Part 4 of C還沒說過 OK 然後陸公 原來有個很漂亮的名字 叫做盧伯公 即是說你做牛做馬 所以就算你給很多的努力 都是不容易受到清虚 不讓大家看到 或者是真的叫做事倍功半 甚至是事倍功零 而我們又去再數一下 木星在水平座 是不是就是雙魚座的十二公 也都是射手座的第三公 你自己去數吧 我這次不再教了 十二和三 記不記得以前說過 都是Cadent House 所以這個木星對於自己人生的定位 還是對於自己事業地位的定位 都是感覺到非常之虛弱無力 是非常之欺負的 完全是歉到沒有人尊重我 他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所以你是不是替這顆木星慘呢 我想說 其實木星它本身是有救神的 它本身是有吉星有貴人的 這個吉星貴人在哪裡呢 就是天平座二十三度的金星 這個金星我們上一次拍BofC是說過的 我就不再去特意指給大家看 木星現在在水平座的二十五度 而金星在天平座一個非常漂亮的位置 二十三度 兩度之遙 本身它們是可以發展一個叫做Trying 三分的一個上位 可惜真可惜 在達五的摩蝦座二十四度 有顆明王星 這顆明王星就率先折虎了 我們叫做Prohibit 所以在這個貴人 就是天平座的金星 來到去幫木星之前 這個摩蝦座的明王星二十四度 率先已經去攀走這個貴人 現在麻煩去記住 去筆錄一下 這個摩蝦座二十四度的明王星 我們稍後會回來再去探討它 好 我們現在看看 搭三脆脆的對家 對家就是搭狗的處女座位置 講明對家什麼是對家 對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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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它的敵人 在這個處女座的二十三度 有顆火星 火星的意思是什麼 知不知道 是戰神 是一個非常激烈的人 即是一些跟你明刀明槍的敵人 嘩 看不看得到 處女座二十三度這顆火星 和代表翠翠 即是搭三 雙魚座裡面 有顆三叉擊的 是不是 那顆海黃星 在二十二度 是一個 簡直是完美 即是以一度之搖 的對分上 我們叫一個 opposition的aspect 打大膠 所以你看一下 踏三叉擊的海黃星 你看到原心中間 有條紅線 直接連回去 踏狗 處女座 二十三度的火星 這裡就是一個非常經典的打大膠 的上圍 那誰會打得贏呢 Sorry了 是翠翠雙魚的敵人 即是處女座的火星會打得贏 為什麼 因為相遇那顆海黃星 是一個 都不是那麼英俊的位置 為什麼 因為看到裡面有個R字 逆行 說過逆行是什麼意思 退縮 事與願違 而因為火星這個大敵對 在處女座的位置 處女座是說什麼呢 Bureaucracy 官僚主義 那些人最喜歡跟你在這裡 玩程序 吹無求疵 你想去做什麼呢 好啊 我跟你在這裡 按張辦公 或者拿些 條款 文件 在這裡搞一下你 OK 所以我們知道這個 翠翠書都沒有讀過 怎麼會教這些這麼真人去玩呢 所以他未被人打到一動都沒有 何況我們再看看 看回這個 只是答狗 處女座裡面發生的事 太陽在處女座十二度 記得嗎 十二公 在地平線上 我們上一集說過的 然後現在這個火星敵人就在二十三度 我們說過一百萬次 太陽是天子的Natural Significator OK 即是說 原來現在是這個處女座 太陽十二度和火星二十三度 他們都在做一個埋身肉搏 埋身肉搏 因為在同一個公位裡面 可惜可惜 太陽十二度 火星二十三度 他們相距十一度 我們就說火星是Under Sun Beam 即是它跟太陽交感 即是他們有交流 即是說他們在埋身肉搏 可惜這個太陽不夠力去燒火星 即是不夠力去combust這個火星 即是說這個天子的權勢 未能夠震懾這些小人小鬼 何況 記不記得我們上集也說過 太陽在十二公 是最差的Cadent House 是一個非常弱的位置 原來這個火星在一宗 就是整個Trader最強的位置 所以這個虛弱的天子 真的拍馬都追不上人 怎會救人家打 無毒有偶 記不記得我們曾經提過 達五摩蕎座的冥王星 即是這個冥王星去截虎 不讓木星去找貴人 去找吉辰 同時我們現在又看到這個火星 是大敵對 真是無毒有偶 原來冥王和火星 同時都是掌管天蠍座 對於翠翠來說 就是一些外國的勢力 還未說完 冥王在魔蠍座代表南方 火星在轉類座代表西南方 即是說這兩顆星雖然不同 但是他們的指向 他們的方位都是一樣 都是那一帶 即是南方、西南 你可以說是南方 但特別是天西 這些地方的外國勢力 原來都是會對翠翠造成一個嚴重的一擊 殊途同歸 所以你說 占星 起不為大災 所以一早叫大家 不需要擔心 原來一個valid的盤 它裡面的元素 只是會層層相構 橫橫相連 互相呼應 又話說回頭 記不記得我們曾經說過月亮的頸 左部 尤其是頸的左邊 我想說 既然我教了大家雙魚座的東西 代表翠翠 我想說 月亮在獅子座 是位於雙魚座的多少功 你數回去吧 逆時針 由搭三雙魚座 數去獅子座 由搭三數去搭十 是六功 搭十 獅子座的月亮 位於搭三 翠翠雙魚座 的六功 六是什麼意思呢? 六 即是說健康功 而我們看看月亮和雙魚座 翠翠的主星 Ruler 木星 即是水平座 染不到那個木星 現在是否中間也形成了一個紅線 一個叫做opposition的 aspect 月亮直接衝黑 翠翠的Ruler 那個主星 所以翠翠健康是堪餘的 尤其是他的頸 尤其是頸的左邊 因為我們剛剛也說過 那顆恆星天大將軍一 Ormac的異象 兩件事 而且也因為這個月亮在獅子座的緣故 所以我們不單止要專注在頸部 尤其是頸的左邊 也可以一直拉到他的背部 和他的肩骨 腿 腿 所以接下來我們看看新聞 會不會有時看到他的照片 在他的頸 背部 和肩骨的位置 尤其是左邊 會發生一些特別的狀況 怎麼樣 各位 所以現在已經是否頭昏老丈 其實這個盤狀還可以有更多話說 例如時間 究竟這個人什麼時候死 什麼時候你會死 原來還可以有段時間說 但切身注意 如果我代入一個觀眾的角度 我相信你們一次過都吸不完 是否說真的 這個天安門黑天安事件 上 中 下 然後這個下 還要分ABC三集 總共有1 2 3 4 5 有5集的東西 你坐底都重溫三次 你才會得到整個東西的脈絡 還有看看現在 又講了四十幾分鐘 不經不講 我今天已經講得很快 所以就真的不能夠再講下去了 因為就算我說你們都吸不到 但是如果由我的角度 我之前都跟我的粉絲 你們看一下底圖 我都有一次跟我的粉絲去研討 其實做一次片真的很久 尤其是 事前我會去準備 大家都知道我很認真會去做一些script 還有後期是真的黏了 因為 我現在又要加上那些字幕 有時候又給一些小指 還有有時候錄的時候 又有些蝦錄 我又會重頭再錄 或者發生一些技術困難 例如我上次 就是為什麼 拍BofC那裡 之前發生過的事情 所以 還有我想說 因為我還要 融入那些底圖 字幕那些東西 其實真的很多數要計 你們看一下 你們看一下 我現在背景那裡 跟粉絲有時候講過 其實 因為我真的要看 我要去計時間 你知道我每一次去做一些 後期製作 我會用計數機 去看每一張圖片要放多少秒 然後 去除開它們 確保我去講下一張照片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去轉那張照片 就是這些東西 所以 你知不知道我 搞這次整個天安門黑天鵝事件 上 中 下 然後下 ABC 三集 我想我 真的五個星期都沒有了 所以我接下來真的要休息一下 還有說真的 我都不斷跟大家說 我很忙 特別是這些 年尾年頭的算命旺季 我現在那些算命服務 即是由ServiceDoc 開始那些 已經是排到去下年的2月了 我現在錄這條 即是搞這條片 是2021年的11月 但是我那條算命隊 已經是排到去2022年的2月中了 所以呢 真的要體論一下我 是的 無論是 即是我任何的 我的精神 心機 時間的狀態 全部都是吃不消 還有也都宣佈一下 我想我 即是不是想 我會告訴大家 我接下來這個農曆十月的 塔千斷藍星座運勢 也都是出不了 不消 我都總算是 復服了我的Promise 即是這個 天安門黑天鵝事件 都真的叫做 告一段落 說完了 那所以如果要就著這個盤 再說多些東西 例如 這個人什麼時候拉完 那個時間的問題 其實這個盤是有顯示的 那它就會是一個Promise之外的Bonus 而為了去鼓勵這個反應 如果大家是想要得到這個Bonus的話 我這次呢 就樂觀點 積極點 因為我看回 原來我們黑天鵝第一次上集的反應 如果我這次下集的part C of C 是有1萬個views 3千個like 還有600個comments的話 這三個條件都符合的話 那我覺得呢 就會push到一個result so that so much so that 我相信我已經會夠安全去趕 接下來這個天子是 什麼時候知道 什麼叫夠安全呢 其實安全呢 in two senses 但是我在這裡 我不去詳細去解讀 哪兩個sensus 但是 到某天這個part C of C 有我以上講的那些條件呢 有一個這麼好的result 我相信我終於會夠安全 去 再就著這個盤的一些時間 或者一些很敏感的points 再去做一些解讀 OK 一直以來非常多謝大家的支持 也在這裡說多一點點 記不記得在上集 即是the very first 片 那個片尾我留了一條尾巴 就是說那時候在某個城市發生了一件非常之灰邪 但是我認為也有一些隱喻的事件 你們去看上集最後的尾巴 我就叫大家去留意一下那個城市 原來這個城市就是上海 講起上海大家有沒有聽過很多政治內幕 它就是江派上海幫的根據地 同時大家有沒有聽過北京交易所這回事 為什麼要搞北京交易所這回事呢 話說原來 盛起的人不想天鵝有得吃魚 所以搞一些金龍的政變 搞一些大報貨 所以搞到天鵝 沒得 天鵝的意思是什麼呢 再看上集 搞到天鵝沒有魚吃 他沒有魚吃 他就要自己去刮海 那他怎樣自己去刮海 就在手刀製造了一個交易所出來 大家有興趣自己可以去找找這些有關的故事 都是非常耐人尋味的 非常安慶 中文字幕 李宗盛